脆弱的木材不准能抵御这千年的雨雪风霜 走进古代的摩天大厦 构成祖先的梦想 读解神秘的宝塔密像 1933年燕门关外 古老的硬县小城 一个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此次他专程来考察世界现存最高的纯木结构建筑 硬线木塔 整座木塔坐落在四米多高的花岗岩塔基之上 进入幽暗的大门 一面就是一座高达十一米的巨型释迦牟尼佛像 佛像上面的曼陀罗散盖 几百年前的油漆彩绘依然鲜艳 而更让梁思成惊叹的是 这座木塔的斗鼓与他从前见到的明清建筑有着明显的区别 不仅粗壮高大 而且样式繁多 在木塔三层的中央悬挂着一块巨匾 赫然提着塔的名字 释迦塔 梁思成随即对木塔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和测量 不断有新的发现 让这位学者震惊 他万万没有料到 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竟然在山西北部 这个荒庸的小镇上 躲避着人们的视线 经线木塔原名叫佛宫四十家塔 通知你们讲木塔是建议子要带 公元1056年 已经有951年的历史 木塔高为67.31米 全塔重量有7430吨 木塔是一座明武暗字 67.31米 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层塔楼的高度 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木构建筑来说 应该是一个极限 就是说1933年的那个秋天 梁思成发现了一座被遗忘的 中国古代帝国大厦 那么这座高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 当梁思成第一眼看到硬线木塔 木塔的高度之高和体量之大 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按照当事人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解 木塔的中心一定要有一根巨大的柱子 才能够支撑起一座高塔 中国古代最早的塔是用行柱式的 所以它的中间有一个 从底到顶的一个铜材的一个柱子 所以它的高度就用行柱的高度来确定 如果你没有很长的木材 这个高的塔是结不成的 面对硬线木塔 梁思成的第一判断是 这里肯定没有塔心柱 因为几乎找不到一根 能够支撑如此庞然大物的高大树木 这是他对建塔 必须要有塔心柱的树花 产生了怀疑 在梁思成发现硬线木塔之前 人们认为唐宋的木构高层建筑 在中国已经绝技 而被认为是中国唐宋高层建筑技术的 唯一实物理政取来自日本 在日本的京都奈良等地 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建于公元八世纪 按照中国唐朝的建造风格 和方法建造的古代建筑 这些仿唐式木塔 向高处伸展的主要依靠 是中间一根巨大的木柱 正是这些与唐宋同时期的日本建筑 实蒙得出了中国古塔内部 都有塔心柱的说法 不过来自硬线木塔的发现 正是这一说法惊受挑战 那么梁思成在硬线木塔 究竟发现了什么好秘呢 2007年10月 太原理工大学土木系的李铁英教授 带领他的研究生再次来到应县 多年来他和他的导师李时温先生 一直在从事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木建筑的研究 我们跟随李铁英的考察队 去探查梁思成先生当年的发现 沿着陡峭的楼梯实际而上 可以到达木塔的顶层 而每一层的中央都仿佛一座佛殿 外层的围廊才是供人活动的地方 每一层佛殿的中央位置 都被形式各异的佛像所占据 可以肯定这里没有容纳塔心柱的位置 这与日本仿唐式木塔的支撑方式 也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因此日本一层五通塔 之类的这种高层建筑 它是高度和我们印象木塔相比 有矮 并且它的上面就是往外生窄的平面也不大 因为平面一大重要的自然加大 中间那个新柱是承受不了 再是它的座法 它的构造方法和唐宋尸体的构造做法 是一个差别 如果不是依靠塔心柱之称 那么古人是如何将木塔搭建到六十米的高度呢 梁思成当年发现的那种高超的古代建筑技法 又藏在哪里呢 梁老师来一下 梁老师来一下 我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插柱 营造方式里面的插柱 你看 明显的插柱 如果不是专家的指点 我们根本不会发现 这种藏在木塔梁架上面的开口木柱 就是当年让梁思成震惊的插柱造 所谓插柱造 就是在上层柱子的底部开一个十字形的笋某 插在下层梁架的交叉点上 下面的柱子就以同样的方式插入这层梁架的下部 印线木塔每一层内槽和外槽的柱子 都是以这种方式插入层间的梁架 而如果把层层叠叠的梁栋横向抛开 它们就像一层层平放在一起的八边形车轮 这样的结构很是稳定 上下两层柱子互不干扰 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结构 从而实现了用短的木材建筑高塔 同时又不存在为了接长木柱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进而使建筑的高度摆脱了木材长度的限制 它的创造大体上可以奉为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每层自己的稳定性很好 每层达着自己的稳定因素 都是它的第一个要点 李世文教授告诉我们 别看木塔很高 实际上塔的每一层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佛教宫殿 由于采用这种插柱造 木塔每一层的柱子都很短 并且使内外两层几十根柱子支撑 这样每个单层的稳定性就不成问题 第二个要点 在这个每层 后下连接的这个部位 就是下层的柱子 或下层的辽家在连接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像银线木塔采取的就是叫插柱造 每根木柱两端以十字形的笋某紧紧卡在八边形的横梁的交叉点上 不仅保证了每一根木柱的稳定 同时又像插销一样 杜绝了八边形的横梁产生横向位移的可能 采用这种插柱造法 最大限度的克服了木材本身的不能加长的缺陷 使得本不能很高的木构建筑 有了向高处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在木塔每一层的顶部 我们发现了一个低矮黑暗的空间 里面横七鼠八地插满了各种鞋的聚成木 这个低矮的空间既不能走人 又不能放置任何东西 似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那么古人在这里设计这样一个空间 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在木结构里头叫做瓶座 而这个瓶座本身呢 它的整体稳定性好 周边有很多的附加的艺术构建 使它本身不容易变形 正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这个叫做瓶座层的低矮的空间 的确被各种方向的协称所填充 相对于明层 它要结实得多 古人用插柱的方法 把它牢牢固定在每个明层的中间 就相当于二层以上的每一层 都有了一个固定的地基 这样又等于像枯木桶一样 在水平方向上给木塔加了一个结实的木枯 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圈梁 它约束着明层木柱不至于向外分散 从而保证了木塔不会因为高度的增长 而丧失稳定性 世界上最高的木建筑的美名 招揽着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瞻扬与朝拜 然而当来者带来由衷的神王与敬畏 去者却烧走了无限的狐疑与猜想 如此难以保存的木塔 是如何挺离至今的呢 难道印线有什么特殊的有利条件 使得木塔能几千年度倒吗 在木塔第五层内 有一块毫不引人注目的匾额 这块清代乾隆年间的官员 刘世伟提名为木得参天的小匾上 有一则楷书提记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风墨千里 力能拔木 云中为天下极地 高静木塔 安神意乃尔 顾颜额曰 木得参天 这位清朝官员的提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印线地方地处塞外高原 风力巨大 可以拔起大树 然而木塔却在此地安坐数百年不倒 难道是有神相助吗 来咱们看看这棵树 你们看 现在这棵树已经倾斜了 当初呢 这棵树其实不是斜的 是直的 为什么斜了 因为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经常刮大风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风 当初呢 这就是05年的时候呢 当时下了一场大雨 刮了一次九级多大的大风 把那个这个树上面呢 当时碗口粗的树枝呢 刮断了好几根 最后呢 接着把这棵树呢 整个倒幅 根部全部拔起来 刮完风以后呢 我们发现以后 在应县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里的房子都特别的哀笑 全县没有一座高层建筑 人们似乎在有意突出 这座佛塔的高大 而朔州市副市长却说 应县自古就是个多地震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呢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六级以上的地震 有八次 近几年来的唐山大地震 还有邢台的地震 张北的地震 大洋地震等等 都波及到了我们应县 受地震的频繁的影响呢 因而应县自古以来 就很少有高层的建筑物 在应县木塔这九百年的岁月里 应县县城曾经多次被地震 移为平地 唯独木塔历经劫难而不倒 那么在常年暴风吹袭 地震平扔的环境中 木塔为什么会不倒呢 在百姓中 关于塔的不倒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说法 那就是这座塔站累了会歇脚 拿一根线绳 你一头我一头 然后撑 撕下一撑 很轻易地就过来了 有时候呢 比如说遇到那个凤子 很那个不明显的时候吧 然后就用线绳就过不来 怎么办呢 用蚂蚁去撑 一下就过来了 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柱子呀 今天呢是休息的 哎 这样的柱子 如果说今天是休息的 那赶明 你去再拿这个 这个这个绳去撑的时候呢 它已经过不来了 因为传说呀 这个露鸣柱子呢 二十四个露鸣柱呢 它是在休息的 每天有一根是在休息的 非常神奇 看来木塔歇脚的说法 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这种歇小的现象 真的是导致木塔 千年不倒的真正原因吗 建筑专家李诗文认为 这种现象是因为木塔 在不停地晃动 根据专家的说法 木塔不倒是因为它在不停地晃动 因为无论是面对地震还是大风 木塔要对抗的都是来自水平方向的 一种强大的侧推力 而木塔弹性十足的晃来晃去 正是地震和大风 对它无可奈何的原因 但是木材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建筑材料 不停地晃动摩擦九百多年 居然不坍塌 这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 作为世界现存最高的纯木结构建筑 硬线木塔的插住构造是它的核心所在 可是立刻拔木的大风 危害巨大的地震 不断晃动的塔身 在种种不利于木塔保存的外在条件下 硬线木塔近千年不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揭开古人的秘密 李诗文老师的学生李铁英博士 带我们去拜访一位当地的木匠师傅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木匠师傅 现在正在完成一个他儿时的梦想 那就是按照一比二十的比例 复制一座佛宫寺释迦塔 为了弄懂木塔的比例和结构 他耗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人家这个做的还是比较精致 就是各类构建 可以说是严格按比例做的 并且和构建构建构的连接 还挺合适 和木塔都差不多 据李铁英说 不仅硬线木塔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的木构建筑 都不需要使用铁钉来连接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 木材这种脆弱的建筑材料 却有着很强的韧性 根据木材的这种特性 中国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施工方式 笋毛 这种古老的笋毛工艺 是一种古代非常流行的 加工木材的方法 制作笋毛 自古就是考验一个木工的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一旦两块木料用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 想要打开它们就非常困难 甚至要破坏木料才能做到 硬线木塔也不例外 它的每一个木料都是以这种方式插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整体 但是这种所谓的坚固却是相对的 因为当外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孙茂之间就会活动 木塔就会产生明显的弹性变形 木塔的工作人员发现 每当有大风和地震的时候 木塔就会发出枝压枝压的怪声 同时能感到明显的晃动 这说明木塔的孙茂在发生轻微的变形和磨损 在木塔的内部残留着大量的磨损的痕迹 从力学的角度分析 当地震和大风把巨大的外力 作用在木塔的任何一点上的时候 脆弱的木材是无法抵挡的 但是由于孙茂这种活动的结构 让塔内任何一个构建 都有把力量传导给其他构建的空间 而这种横旗竖八的结构 就会在接受传导的瞬间 把一个方向的力量分解的四面八方 同时外力要把推动紧密咬合的木材产生移动 必然要消耗能量 使其进一步减弱 这样木塔避免了和任何足以摧毁破坏自己的外力 发生不可调和的对抗 而专家却说 这仅仅是木塔对抗地震和大风的第一道防线 在木塔的一角悬挂着一块不太引人注目的匾额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百尺连开 的确这座木塔通体都被一种成花朵状的木质构建紧紧包围着 层层递进直上云端 犹如莲花莲坠装点而成的佛作 一派宁静吉祥的佛国气象 这种复杂的木构建被称为斗拱 它又和木塔的千年不倒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在赵师傅的作坊里 我们见到了组装这种复杂的构建的过程 难以想象古代的建筑师是怎样发明了这样复杂的积木 并把它用在建筑上面的 再看一下这个斗 它的这一组斗拱上面接触面很多 在木炭里每一层有许多这种接触面 它的作为主要作用就是可以抵抗大风或者是地震水平推力 这也是木炭保持将近千年变形不大或者是不倒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便与其他的古代建筑相比 世家塔上的斗拱也显得过于密集 这也许正是它那无可匹敌的高度的需要 在建筑学家的眼里 这种华丽繁复的装饰物就如同汽车的减真器 在斗拱细碎的支撑点上 大风和地震的巨大能量会被进一步消耗和分散 全塔四百多组斗拱保证了木塔在晃动中不至于被摧毁 但是晃动在所有的高层建筑中都不便存在 现在建筑也要为此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孙某和斗拱的抗震效果真的那么神奇吗 这其中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呢 这是一种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普遍应用的精密设备 它能准确地测量建筑的振动频率 振动频率任何介绍都有 这是频率它就是一个值 频率就是常说的是一秒它在那换几次来过换几次 就因一些木塔来说 它用测读它的四个振动频率 最大的那个 就是频率最小的那个 叫周期最大的那个 是1.4赫兹 也就是说一秒钟内它摆1.4次 科研人员测得木塔的振动频率之后 立即找出历史上 硬线地震引起的地面振动频率进行比较 那么木塔的振动频率和地面振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地面甭生有一个叫自证频率 结构甭生也有一个自证频率 它两个必须错开 比如说地面自证频率12 结构自证频率也12 这个容易发生个啥现象 就叫共振 一旦建筑和地面发生共振 它就会瞬间崩塌 要保证建筑不被地震摧毁 现代建筑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拉开这两个频率之间的距离 那么硬线木塔的振动频率又是怎样的呢 从测试硬线木塔来说 就是它的地面振动频率和硬线木塔自己振动的 就第一振动频率之中就差的还是比较大 这个结果说明 无论是损某结构还是斗拱的设计 对木塔的抗震起到的作用非常明显 在900多年前 中国人居然能有效地控制高层建筑的震动频率 按照内饰的科技水平 显然不是有意而为 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只有建造木塔的记载 认建木塔所使用的高超技术 应该是千百年无数次失败经验总结的进化 然而尽管钟情于木材的古人 把这种材料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却始终无法克服木材天然的易燃 不耐重铸等缺点 多数曾经巧夺天宫的木塔就是这样过早消失的 可是为什么独独硬线木塔 却能逃过这自然的宿命呢 据古建筑专家介绍 火灾和重铸是木构建筑的大敌 木建筑一旦发生重铸 对它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因此很多古代木建筑没有保存下来 在映县佛宫寺释迦塔的内部 我们找不到任何重铸的寒击 而建塔用的松木 自身并没有任何防虫的天然特性 难道这九百多年 是有人专门为木塔捉虫吗 在木塔上面 我们发现栖息着大量的鸽子 那么是不是鸽子吃掉了塔上的虫子呢 其实呢 在塔上真正吃虫子的工程呢 不是鸽子 它是麻烟 这也是我们这远近文明的一景 今天呢 你们来的不巧了 它们已经飞走了 在丽丘以前 要是来呢 大家会看到呢 成千上万只的麻烟 整天呢 绕着这个木塔呢 是盘旋翻飞 这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可是呢 一到丽丘呢 它是属于猴鸟 在一夜之间 就消失到无影无踪 全部向南边飞过去了 印线地处塞外高原 周边都是野外还有高山 这里面鸟子和鹰 这种猛禽很多 相对于杀鸡四伏的野外 木塔上被猛禽吃掉的概率 还是小了很多 这样大量栖息在木塔里面的燕子 就成了木塔的护卫 但是这么多的鸟 会留下大量的粪便 这对木塔的危害更大 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呢 每一个星期呢 定期的要上来清扫个一到两次 像有时候鸽子粪多的时候呢 周围的一些善男性女呢 也要帮忙 大家一起上来打扫清理 原来印线附近 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文化圈 这里信佛的人们 一直保留着打扫佛塔的传统 从古至今一直未断 自从印线木塔建立开始 凡是见到如此高大木制的佛塔的人们 都会为他这般惊天矗力赞叹不已 于是从明朝的永乐皇帝一直到今天 百余块圣赞木塔的匾额便坠满了他的周身 但在无数的赞美背后 是人们不尽的疑问 是谁召建了这 俊极神功的释迦牧塔 没有问及此 应见人就会将它引进塔去 指着一层大殿门楣上面 三个女人的画像告诉你 这就是出资建塔的辽代皇后 中国古老的孙某工艺和复杂的斗孔结构 保护着木塔不至于被地震和大工所摧毁 成千上满只燕子 又避免了虫害的侵袭 使得木塔近千年耸立不倒 这使人们不禁会问 如此神奇的宝塔 到底是什么人建造的呢 木塔是谁结的 因为没有结我自己 也有不少传说 有的说是露拜结的 我想你说露拜是啥时候 木塔是啥时候 但是大多数人算是 就是刘时候秀太后 和这个腰架脚大早 那个秀太后结的 唐学士 多年来他一直专心于 对辽代皇室谱系的考证 他为我们解答了门楣上 那三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三位皇后全部姓露 如果按照应州志 辽清明二年的记载 其中一位修建木塔的 应该是辽兴中的皇后 露达里 难道她就是传说中 与杨家将作战的露太后吗 辽代的皇帝啊 基本上她的皇后都姓露 就是因为 好像是有一个不姓露 而且她都有亲戚关系 都有亲戚关系 所以这个历史上的 辽子的皇帝都是小皇后 跟顺朝打仗的叫露宴也 也叫露宝 如今在燕北的民间戏曲中 仍然流行着有关杨家将 和辽国萧太后 相互征伐的故事 在辽宋时期 印县所处的燕门关外 的确是一个战火连绵的地方 你们看啊 那边是山湖口 这是北面 南面呢 是叶门关 这是黄黄凉 黄黄凉的下边 就是金沙滩 也就是我们听评书 说讲的 就是杨家将的故事 金沙滩 原来就在印县附近 历史上 这块本属于汉族的土地 在后近年间 被迫割让给了契丹 自从北宋统一中国南方以后 宋朝廷立志讨还 原属于汉族政权的这片土地 于是辽宋之间 今年累月的武装冲突 就无休止地在这里发生 公元986年 七代人在这里 击退了宋朝的军队 宋军败退收场的战争之后 宋朝永远失去了 讨还幽云十六周的能力 从此应陷周围 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 正是因为萧燕燕 这位太后给辽朝带来了 难得的太平盛世 辽才得以经过半个世纪的修养生息 直到辽兴宗 702年的1056年 具备了修建大型工程的和平环境 新宗皇后萧达丽 则是萧燕燕的第五世尊 这时萧燕燕早已去世 而笼罩在她头上的种种光环 掩去了那位不知名的萧达丽的身影 问题是 即便有了建塔的环境 这样宏伟奢华的建筑 理应坐落在繁华的京都 辽朝为什么把诺达的木塔 建在小小的印线呢 据专家说 这与70公里以外的一座城市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座城市就是大同 这位辽朝 他这个地域比较广化 他不像我们以后三一个首都 一个京城 他杀了五个京城 他有上京 有南京 最后呢 他又在这个现在的大土 杀了一个西京 契丹是一个起源于我国东北的游牧民族 与汉族政权不同的是 随着他建立的辽国势力逐渐难侵 他在扩张的路线上 先后建立了五个都城 而大同正是他最后一个都城 西京 由于辽中后期 与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 越发密切 他的政治中心 渐渐转移到了这里 特别是既单国志 有记载 他聊出来 后期把许多重要的宝贝 国家的宝贝都收藏在映州 而且这个时候映州的节度史 都是他的亲戚 最后 聊出最后一个皇帝 切除皇帝 比精兵追的 没出跑辣 就跑到了映州 最后在映州必复的 说明当时映州在辽朝 在的地位十分重要 一切证据表明 映县在辽帝国 进入繁盛的时候 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皇家财富 这可能就是修建木塔的 主要资金来源 在辽灭亡以后一百多年 一位名叫袁浩问的 金代史学家 登上了这座佛塔 他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 结果想从辽圣日 月人真是如灵光 也许在那个年代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 这塔就是辽代的 萧皇后所建 即便如此 令人怀疑的是 长期从事游牧的契丹人 是否有能力建造 这样规模宏大的木塔呢 并且这座木塔的建筑风格 也与辽宋这个时代 严重不复 而宋代的建筑 就是校旅堂的建筑来说 就是用材来看 装饰性不好 就是大家常说的 花团景座 小桥玲楼 这方面 有什么东宫上面 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 阴险木塔 阴险木塔用材 它更多接近我们是 唐代的这种建筑风格 长期游牧的齐丹人 理应没有建造 如此复杂的 木构建筑的能力 如果建造木塔的建筑师 来自于他同时代的宋朝 那么塔的建筑风格 必然带有宋朝的特征 然而 辽代佛塔 长着一幅唐代的面工 这是怎样的一位建筑师 居然在按照他 一百多年以前的样式 来建造如此宏伟的工程 辽朝政治制度的 一个奇特的现象 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辽朝政府的这种特殊的官制 说明辽并不是一个 单纯的契丹人政权 在他的统治下 存在着大量的汉族人口 辽的这些汉族人口 在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福户 就是说 他们是被契丹人俘虏来的 早在宋朝建国之前 辽朝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帝国 这些福户 那是已经存在 这说明 唐灭亡以后的长期战乱中 有大量的汉族人口 或逃难或被俘 而成了辽帝国的臣民 这其中有部分人就是建筑师 设计木塔的这位建筑师 很有可能是福户的后代 而这样的汉族建筑师 由于早于宋朝就到了辽国 他很有可能一直沿用 唐朝的建筑风格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建造的木塔 其实不止这一座 有文资记载与映县佛宫寺 释迦塔同时期的 就至少还有两座 但是由于他们都坐落在 人口稠密的都市 因此都没有保存下来 让我们来回望一下 这座侥幸保存至今的木塔 辽带以后 映现很快就摔落下来 成为一座人烟稀少的边城 因此遭受火灾 和人为破坏的机会 就少了很多 而塞外高原干燥多风的气候 又让木材得以很好的保存 木结构特殊的抗争性能 让它经受住了地震 和大风的考验 而自然选择 逼迫成千上万的燕子 成为它抵挡虫害的守护神 特别是作为宗教场所 这里曾经的人们 都无不对它顶礼膜拜 世世代代撒扫整翅 保持着它的清洁 如此奇妙的自然造化 让今天的人们才有 沾养它的机缘 这是一片浩瀚的戈壁 弥漫着诡异和神秘的细心 举手入夜 鬼孤狼好般激烈的声音 便从大漠深处传来 这里成了死亡之海 敬请收看 亚丹皇冠 哈密 魔鬼城